社会生活环境中存在着无数的污染源 民众每天将大量的脏空气吸进肺里 累积的粉尘异物不但危害我们上呼吸道 也影响健康 因此佩戴口罩便成为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在台湾就有一间致力研发创新技术的公司 其运用PTFE高分子材料 打造出稳定性高品质极佳的生计薄膜 制成特殊的薄膜式口罩 我们公司常年致力于薄膜的研发以及生产 以此技术为后盾 进而生产出各类薄膜式的消费性产品 薄膜是一种棚体的唯孔材质 当它进入了消费性产品的世界 即将打破人们对传统观念 这种既防水又透湿的薄膜 打破了薄膜一般只能防水不能透气的定律 令人穿戴这种特殊薄膜而延伸出的各类产品的时候 在各类的天气条件之下都能够很舒适 而无湿润之感 在成功打造企业品牌后 研发团队远览国内外多位专业人才 运用手边资源 跳脱传统限制 将科技应用发挥无射线 利用各种不同规格薄膜 设计出各类不同民生消费产品 其中运用超尾孔生剂滤镜膜 作为过滤层的口罩 平均0.1微米的专利尾孔 可用于阻挡各种病毒 过敏源及细旋浮为例 大幅提升口罩的防护效果及优势 我们公司的防水透气薄膜滤材 在生产时以独特的制造方法 客户生产上的难题 公司自有的实验室、评管室 以专业的测试装备 确保所有的制成品 都达到公司制定的品质标准 目前产品系列有平面型、立体型 分为成人使用以及儿童使用 我们公司的薄膜式口罩的专利 有高透气性口罩结构 相关的检测报告通过了毒性测验 防霾害口罩过滤效率 细菌过滤效率 血液喷溅粉等测试 以现在口罩市面上可以买到的来比较好 我们大概是它的五十分之一的厚度 所以是非常的薄 那另外一个特点是我们的过滤 最大的不同是靠尾孔 我们的尾孔可以小到零点一个micron 我们不是利用静电吸附 我们是用尾孔来过滤 所以市面上的静电吸附的口罩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受到温度、湿度的影响 从这个实验的结果 我们三达的口罩 你可以看到它完全不受湿气的影响 能够确保我们消费者戴了这个口罩以后 能够达到最佳的防护效果 大多数疫情主要透过呼吸道及飞沫进行传染 戴口罩可阻绝分泌物 由戴口罩者之口鼻喷散出去 防止细菌的散播造成他人发生感染 也可以预防细菌的侵袭 因此正确佩戴口罩是预防飞沫传染的第一道防线 养着生病、叛病、佩戴口罩的好习惯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第一个要把颜色确认清楚 有颜色的一定是在外面 那当然带来接下来你耳带要弄对位置 要不然你会带来可能不到十分钟耳朵就会痛 那第三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一定戴上去以后它有打折的地方你要拉开 最后鼻梁这边我们有一个鼻梁片把它顺着我们的鼻梁的这个形状 那让它能够增加它的密合度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样就没问题 一印市面上一般的口罩容易有密合度不佳 亦造成闷热不适等问题 薄膜式口罩采用最新科技研发的粘力超尾孔生剂滤镜膜制成 材质轻薄、高透气 不受外在环境湿度影响 防泼水表层能阻挡飞沫等大分子脏污 内层使用柔软布料 佩戴舒适、不伤肌肤 薄膜式口罩 提升密合度 使呼吸顺畅、讲话自然 不再烦恼口罩服帖而产生脱妆的问题 现在是食安问题了 那我们早餐店的产品都是现做的 所以直接都是会跟客户面对 所以有一些灰沫口水的问题 还有一个油烟的问题 这个产品它的密合度很大 包覆的程度很大 透气的程度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看了市面上几款的口罩以后 我们觉得说这一款口罩是比较适合我们早餐店的员工来戴 所以我们会规定说我们的员工都要戴这一种口罩 现在的空气污染非常可怕非常严重 刚好看到这一款口罩是采用超微孔生计滤镜膜 我觉得它非常高密合度 然后又超透气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甚至我眼镜也都不会起雾 所以我非常喜欢 在还没有上麦之前 我都养成让孩子戴口罩的习惯 尤其就是说在天冷的时候 除了就是有保暖功能之外 另外就是说预防孩子 就是生病 刚好我们公司是生产 研发生计膜这一块 那公司研发出来之后 我就将产品带回去 给小孩子带 结果发现小孩的接受度更好 现在的话 几乎它可以半天以上都在带都没有问题 像现在流感 然后肠病毒 或是说像现在空气又这么差 唯一父母能做就是说 我们尽量做好保护孩子 口罩的好坏 可说是与我们的皮肤 口鼻及健康息息相关 口罩研发团队独具巧思 挑脱以往 改善现有产品的缺失 提升优势来融入产品之中 全方位满足各个族群的需求 无论是在医药界或生活上 创造最合适的安全防护 体贴关怀每一个使用者 并且让台湾人的智慧结晶 要上国际舞台 我们希望借此高科技的材质 应用到一般消费者所使用的 民生消费性产品 首先微博模式绿彩的口罩 立足台湾放眼大陆 进而进军欧美等市场 建立公司在博模式各类产品的领导地位 新科技的发明与推广 让人们能透过一个小小的口罩改良设计 感受到新世代的美好 未来口罩研发团队将带给现代人 更棒的健康预防观念 成为全球博模式口罩的领导品牌 持续守护民众的健康